各位师长 各位同修大德 请翻开经本四二八页 第一行开始 我们先看一段经文 若有女人舍于求男 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 便胜福德智慧之男 舍于求女 便胜端正有相之女 俗之德本 众人爱敬 我们从这里开始引读 这继续前面 讲的那个七种灾难 前面讲七种灾难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由于我们凡夫众生 造的这个恶业 也就是说七种灾难的来源 是有这个起的那个火很多了 简单的讲啊 最简单的讲就是贪嗔痴三毒 那么这个如果说是人到世间来 不想遭遇这个七种灾难的话 自己就要把这个贪嗔痴啊 不让他起先行 那么这个上回讲过了 那么今天接着讲啊 求男求女 为什么讲过七种灾难之后啊 接着又求男求女 这个与前面又有关系的 那就是说前面讲那个 灾难的灾难呢 就是要 最好是能够断贪嗔痴 其实我们凡夫众生要断贪嗔痴 不容易的 能够把这个贪嗔痴扶得住 不让他起先行 这就很好了 在这里是讲这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 其实讲这一品的话 观世音菩萨 与他的大的微生力量啊 来加倍我们 凡夫众生 我们要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就可以把这个灾难呢 能够转移掉 转移之后 最重要的一方面 我们自己还是要把这个贪嗔痴啊 把它控制住 不让它起来 这是两种方法 那么就这两种方法来讲 法华经啊 它讲有四西坛的 四西坛其中两种啊 一个是对质的西坛 再呢 就是第一的西坛 西坛就是 就是布施啊 把这个法 施给学佛的人呢 那么前面讲的就是 那么这个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自己在把这个贪嗔痴啊 自己在把这个贪嗔痴啊 扶住 不知道让它起来 这就对质西坛了 对质为什么呢 我们其贪嗔痴是恶啊 是罪恶的啊 这是一种烦恼啊 用这个菩萨名号 那么可以转 这就对质 那么再呢 就是第一西坛 第一西坛就是讲到 最彻底的 最彻底的就是 那么真实的 那就是把 这里所讲的这个毅力啊 讲到本性上去 那就真实的 第一就是叫真实的意思 那么下面呢 在这个就讲第一了 那么第一的时候啊 他经文啊 先讲这个经文 先把经文的一个文字啊 先解释之后 然后再讲其中的那个 真实的道理 经文里面讲 如果有女人呢 就是女子了 涉于求男 那么假设他要求 生一个男子 那么这个怎么办呢 要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 变身福的智慧之男 他要礼拜观世音菩萨 供养观世音菩萨 他就生了 生男了 神的男子是普通的男的 还不算说啊 假设这个神的男子 不好 不孝顺 或者是做这些坏事情 那原来跟男子有什么用啊 所以经文里面讲 有神的福德智慧之男 那么求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他就送给你这样的 有福德 有智慧的这个男 涉于求女呢 如果他要想生一个女孩子 那么这也是一样的 要生那个端正有相之女 端正 他这个女子啊 他一切都是很端正的 身体一切都是很庄严端正 有相是 他不但那个笑谋啊 是端正 而且他有礼貌 有相这个 代表他有 知道这个礼 有礼貌的 有这样的女子 后面这两句 素质得本 众人爱惊 这两句啊 不是着门指这个 神这个端正有相之女来讲的 他这两句是 就前面那个 神这个福德知慧之男 与端正有相之女 两在讲的 他是这个一个结论 那么观世音菩萨求送来的这个男女啊 就是这个男子 男子女子都是素质得本的 在过去都是配置啊 很好地道德 那个德本就是有善根的 众人爱惊 那么 受到众人呢 对他的这种 爱护尊敬 爱护尊敬是 包括他的这个 这个身体的庄严呢 这个端正啊 平的都好 所以说 爱惊这两个字啊 包含这个 身体的状况 以及这个学问道德 合起来讲 所以就是 男子女子 合起来 都是素质得本 那么到时间来啊 那么众人 对他都爱惊 这一段经文 一开始就讲 设有女人 就是结婚的女人啊 她要求男求女 为什么 单体女人呢 这就是对 对质的意思来讲 一个女子结婚之后啊 如果 生育上面呢 也 生不到男子 女子也没有 这个就是在 就一般世间法来讲啊 这女子是感觉很苦 很苦 很苦恼的事情 为什么呢 在这个就世间的一般的人的这个观念里面呢 总得要 要有这个儿女啊 才能够继续下去啊 所以才有这个 无论是在印度 是在这个中国 都是有 那个这个 叫做传宗接代的这个观念呢 所以这种是女子来讲的 这是世间俗求的 所以观世音菩萨到世间来 当然他主要的任务啊 是来帮助西方极乐世界 无弥陀佛到这个世间来啊 来这个 接引众生啊 那么他来接引众生 要恒慎众生 要顺着世间众生的呀 这种这个 所求的 那么世间众生有求 当然他要有感有应的 那么这就是 就世间法来讲啊 观世音菩萨 只要女子啊 求男求女啊 要礼拜供养菩萨 他就能如他的这个 这个受求的意思 但是呢 要讲到这个 依照佛法来讲啊 那这个 又是一种讲法了 就佛法来说 有儿女啊 跟这个没有儿女啊 并没有什么 这个分别在那里 有儿女 有些修行人呢 那个儿女 反而还是很多麻烦的 儿女生下来 从生下来到养育教育 那个都很费事啊 没有儿女 那么自己好好的修行 那就更好嘛 这就佛法来讲 从这个两方面意思来讲啊 才会讲到圆满 这个 这是就这个对质来讲 对质的时候啊 是这个想法 再从这个 第一来讲 第一就是讲到真 真实的道理的 讲到真实的道理啊 这个谱门品 在法画经里面 虽然是流通粉 但是这个流通粉呢 为什么 在这里 它是主要的呀 是要把这个法画经 能够流传到后来 那么一直流传在世间呢 让世间的众生啊 都能够闻到这样的妙法 那么就这个意义来讲 嗯 观世间菩萨普门品呢 他 在这里 是讲的要 送给 求的人呢 有 这个 福德智慧之男 断正游相之女 有这个什么呢 这就是啊 有所比喻的话 比喻什么呢 男子啊 心情比较动 好动的 女子啊 心情比较安静 动呢 是代表智慧 这个安静那个有定力啊 代表有定功夫 所以智慧与定功夫啊 合起来讲 这是完全的 有智慧 有定功啊 那么这就是 就拿中国的这个学术来讲 就是 阴阳 和谐呀 道家也讲呢 调和阴阳啊 儒家 以及这个 中医都讲 血理阴阳 血就是 血理就是调和 调理呀 调和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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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永久把这个法流通在世间。 求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有求必应,这就是感应。 求,这是感。菩萨来应了,那就是应,就是感应。 我们要想得到菩萨来应的话,求的人自己要培养能感的这种能力。 这个怎么培养呢?前面讲,男性是代表智慧,女性是代表有定力。 那么求的人就要从这个智慧来学习,同时要用功夫培养自己的定功夫。 在智慧上面怎么求啊? 那就要研究教理,要研究经典了。 那就是说,要想在这里得到观音菩萨有求必应的话, 那不但对于观音菩萨普门品来研究啊, 整个的法化经都要研究。 这是从这个研究经能够开智慧的。 那么这个定功夫呢,研究了经典,有这个懂得这些理了。 然后再找经文呢,来学习,来练习,那就是有定功夫。 那么我们学了,无论是女子是男子的。 因为求男求女,经文里面虽然是叫女子的求啊, 实际上夫妻二人都是要求的了。 那就是在经文里面讲啊,这些道理都要明白。 明白之后,都照这个经文讲的自己好好的用功夫来修持。 怎么修持法?按照经文这个理来讲啊, 就这个三界来讲,欲界是什么程度,色界是什么程度, 这个无色界又是什么程度。 但是那个讲起来很很复杂。 那么就是知道这一层就亏了。 另外就是说,比较容易懂一的话,那就根据赞同别缘四教一来了解。 那么按照相同别缘这个四教来讲。 在这个四教之前呢,就这个凡夫众生来讲。 那三界之内,就是学到四餐厅的时候, 欲界是,欲界是,欲界男子是有智慧,没有定功夫。 那个男子是狂,是五色间呢,比如那个女子啊,有定,没有灰。 就是这个女子啊,是愚痴的女子。 到了禅天呢,修到四餐厅呢,那是定会,就是平均了。 这是可以说是,有福德,有端正语。 但是,这一种福德呢,端正语啊,不能破火。 信思火,他破不了。 他是没有无漏的那种力量。 这样,有这样的男女啊,没有用处。 这就三界比喻来讲。 那么再就这个四教来讲。 藏教,童教。 童教有小城,有这大城。 它是童两方面的。 就这个藏教呢,纯粹是小城教了。 童教里面也有小城教啊。 就这两个小城来讲。 身为女人家,他端了金丝火,震到罗汉谷了。 那么这个,就男子来讲,他可以办事情。 女子来讲。 女子来讲,那么她是啊,可以得到无漏法了。 但是呢,男子这种慧啊,开的这个智慧啊,没有办法铺出无名的那个,无名火。 不,铺不了。 铺不了。 铺不了,他还不能真正进到佛心。 所以男子,用处还不大。 女子呢。 女子呢,她虽然有定功夫啊,便于定的这一方面呢,她没有中道。 生不出一个中道子来,生不出一个中道子来。 这也是没有大用。 要到什么时候呢? 别叫菩萨。 别叫菩萨到了出地。 正到出地的那个,到那个地位啊。 。 她这个男子的这个智慧,女子的这个,有了这个定功夫。 定慧啊,都能够去,都有了。 她可以啊,可以啊,成为真正的这个男子女子。 但是这个没有圆满。 逼得到了这个圆教菩萨。 圆教菩萨到了出著的这个境界。 这个无论是男子,是女子。 她这个定慧啊,都具备了,都圆满了。 这才是真正的福德之男,端正有向之女。 这是讲到第一啊。 有了求来这样的福德男,智慧,这个端正有向之女啊。 她可以到这个后来啊,把这个妙法能够弘扬出去。 那么求观音母子啊,求男,求这样好的男子。 求女呢,也是求这样好的女子啊。 那么在求的人来讲,无论是妻子,是丈夫。 她本身呢,要能感到菩萨来应。 自己能够干的话,那就是多研究这个教理。 也在这个行修持上面呢,照这个教理啊。 来用功夫来修行。 这个单方面,这样做啊,这个能力还不够的。 那必须要礼拜恭敬,供养过世音菩萨。 那菩萨就得感觉了。 前面是讲,用口业啊。 前面是讲,用口业啊,用这个意业。 这里是礼拜供养啊。 这是用身体啊,身业啊。 只要你求的人,这样礼拜供养过世音菩萨。 那菩萨就得感觉了。 那么为什么在别的屏里面没有说, 在观世音菩萨普门面里面, 采用这个礼拜供养, 才能能够得到菩萨来应呢? 要知道,观世音菩萨不是普通的菩萨。 观世音菩萨根据这个, 这个《千手千眼》的这个《土鲁尼经》里面所讲的。 所以,这一尊菩萨在五世间一来啊, 就成佛了,已经成佛了。 成佛在他的名号啊,叫正法名如来。 那么,但是这一尊菩萨,这一尊佛正法名如来啊, 他这个慈悲心啊,非常深重。 可以说就是大慈大悲啊,他就成佛的啊。 他的愿意到世间来, 把这个佛的身份隐藏起来。 用菩萨的身份到世间来啊, 度化众生。 而且,他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 是帮助阿弥陀佛啦, 到我们这个世间来,来接应众生。 所以我们了解啊, 求的人,不是求别的普通的菩萨, 是求这一尊菩萨的光世音菩萨。 他是已经是早就成佛了。 所以求他,他一来应, 就有那么大的这个, 为一身的力量。 你有求就能够求得到。 下面讲, 吴敬仪, 释迦牟尼佛就叫这吴敬仪菩萨说, 观世音菩萨有如实力啊, 有这样的大的慈悲的力量啊。 若有众生, 若有众生, 他要这个有所求的话, 他就要恭敬礼拜, 观世音菩萨, 福不堂倦呢。 俗德的这个福德, 不会堂倦的。 堂倦就是啊, 卷起了, 好像是没有用了, 不会的。 只要众生恭敬礼拜, 观世音菩萨, 他这个, 不会这个虚妄, 不会变成虚妄, 不会变成没有的。 而一定呢, 他的这个福德呢, 所得的功德呢, 一定存在。 这个意思就是讲啊, 我们求观世音菩萨, 不但是求这个福报啊。 那么所以福不堂倦, 就求的人来讲, 他虽然是求有男子女子啊, 那么这个在推广的来讲, 把这意思啊, 推广来讲。 因为按照前面呢, 第一意来讲的话, 那么连这个智慧也包含在内的。 那么即使福与智慧都包含在内的话, 不堂倦呢, 就是你的智慧, 这个福报啊, 统统在内的。 那就是说是, 只要众生恭敬礼拜, 光世音菩萨, 这个福报与智慧全部都有的。 那你这个恭敬礼拜, 那你这个恭敬礼拜, 不会空拜了。 拜的话就有这个福报与智慧。 这叫福报与智慧。 这个福报与智慧这一句话, 这个祖师的再加上诸解, 这更好。 祖师诸解怎么呢? 照经文里面讲, 恭敬礼拜, 光世音菩萨, 福报与智慧一定有的了。 但是也有啊, 像光世音菩萨, 恭敬礼拜啊, 但是求不到也有的。 或者求到的不是福德之难, 端正游向之女。 那就没有求到。 没有求到啊, 祖师讲啊, 菩萨是平等的来忽念终生。 平等的来应众生所求。 但是, 没有求到那个理想的男子女子啊, 这是求的人, 他的这个基啊, 根基啊, 求的人根基不是一同, 不是完全一同等的了。 求的人根基有钱, 有身。 钱的根基啊, 他求, 求不到那样, 那么理想的那样男子女子。 那么, 善根很深的, 他可以求到。 祖师这个逐渐啊, 就是, 结出很多人的疑问。 那么下面呢, 使故众生皆因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在, 释迦牟一佛又叫无尽一佛的说, 若有人, 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 福, 尽行, 供养一佛, 供养一佛佛, 一余, 与如意拥合, 是三男子三女人, 供得都佛。 无尽一佛, 无尽一佛, 甚度。 那么这个, 这一段呢, 很长。 就是现在念到这里啊, 我们一句一句的呢, 来解释。 前面, 在这个, 身口仪, 三夜啊, 来求菩萨, 三夜清净。 那么都能够啊, 既能够消灾, 消气中灾, 又能够求男, 得男, 求女, 得女。 这三夜啊, 念观音菩萨, 拜观音菩萨, 前面是个段落。 这里就讲, 那么要自己啊, 要念, 观音菩萨名号。 念观音菩萨名号啊, 他这个所得的功德, 有多么重要的功德, 下面有比较。 诗古这两个字, 就是接触前面那个经文所讲的, 观音菩萨有那样的大力量。 那么用三夜来念他, 名号, 礼拜, 来供养他。 因此这讲, 事故啊, 基督上面讲啊, 众生皆应。 那么众生都应当什么呢? 受持观音菩萨名号。 受持, 怎么样受持啊? 就是用身口衣, 三夜, 身口衣来接受。 接受之后, 就要持啊, 就要修持啊。 持就是说, 不要再放弃了, 就受持。 受持什么呢? 受持是观音菩萨名号。 观音菩萨这五个字, 你接受下来, 就要不要放弃, 就要念观音菩萨名号。 观音菩萨这个名号, 就是一种啊, 一个秘密杖。 就跟阿弥陀佛, 阿弥陀三个字一样, 就是秘密杖。 你要知道这个名啊, 你就要持住, 在那修持, 不要再放弃。 这个受持观音菩萨名号啊, 持名, 这个名是太重要了。 天台宗祖师讲, 明啊, 这个观音菩萨这个名啊, 万德鸿名, 具备万德的。 这个万德鸿名啊, 念观音菩萨名, 名, 名以照德。 只要念菩萨名字, 那个菩萨就来应了, 就名以照德。 那个, 就名以照德来讲, 德是啊, 天台宗祖师讲, 有这个三千的形象, 三地的妙礼。 这个不能详细讲。 详细讲就讲, 三千的形象啊, 显示真如本性, 像是显出那个妙语的像。 还有三地的, 空价中这个三地的这个妙礼, 就由这个名, 包含在里边了。 一切的这个智慧, 都包含在里。 我们从这个祖师讲这么详细啊, 简单的讲, 万德鸿名。 那么这个菩萨这个万德鸿名啊, 他是一间成佛的人啊, 佛就是万德。 佛的任何一个成佛的名, 都是万德鸿名啊。 那么念观音菩萨这个名, 就能够得到菩萨万德万能的来感应。 所以这个名啊, 有这么重要。 万德鸿名。 天天宗讲这个, 名里面的具足啊, 三千形象啊。 星, 那个真如本性啊, 真空的啊。 你, 你, 你怎么, 怎么称呼他啊? 称呼他是名啊, 名是假名啊。 虽然是假名, 但是你不称, 不称呼这个假名字啊, 那个真实的那个德, 感到不过来的。 所以这个, 这个, 那个称名才能显出这个德。 要让这个德, 就是观音菩萨, 就是菩萨的本人。 你比如说, 称呼他的名啊, 他才能够引过来。 就等于一个人啊, 你某某人叫什么名字。 你叫他名字, 他才答应啊。 你没有叫他名字, 他不会答应过来的呀。 再遇上一个小孩子, 他最初能够学, 学言语啊, 只会叫爸爸, 妈妈。 小孩子开始学讲话, 叫父母的名字啊。 他一叫父母名字啊, 哦, 父母就答应了, 就知道小孩子要什么。 那么这是啊, 必须解释名与实。 名虽然是假名字, 他, 我们众生要, 一叫这个菩萨名字啊, 菩萨就来应的。 那么那个, 下边呢, 就讲, 他, 持名, 有这样的功德, 在那其他的那个, 呃, 那个这个方法啦, 那些功德呢, 跟这个持名的比较。 那么我们就看了, 五千一, 若有人, 受持六摄二一, 横河沙菩萨名字。 那么, 佛就叫了五千一菩萨。 啊, 假设有人, 这是假设的话啊, 受持六摄二一, 横河沙菩萨名字啊。 印度那条横河, 横河里面有多少沙呢? 那么再把这个横河, 这个数目再变成六十二一。 就是六十二一这个横河里面的沙, 那么多菩萨的名字。 你受持那么多的菩萨名字。 又呢, 进行, 供养, 饮食, 衣服, 我具, 医药。 进行就是啊, 一直到老, 就一个人生的这一生, 来供养那么多的菩萨。 这个供养的饮食, 衣服, 我具, 就四十供养, 还有医药。 这个呢, 对于法身来讲, 不需要。 但是就应身来讲, 就应化身来讲, 应化身的菩萨需要的。 所以呢, 你供养这么多的, 衣服, 饮食, 我具, 一药。 佛就问菩萨, 无菩萨菩萨说, 如一人缘和你, 你想想看, 是男子啊, 善女人。 这样的男子女人啊, 她的功德多福呢? 她的功德多不多呢? 无菩萨说, 神度啊, 师尊啊。 然后佛语说, 佛爷, 若父有人, 受之观世音菩萨名号, 若再有人呢, 没有那样供养, 她只是受之观世音菩萨名号, 乃至一时礼拜供养, 使二人福啊, 正等五余, 而且与百清万一劫了, 不可穷经。 这一段经文呢,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讲, 这个佛告诉无菩萨菩萨, 若有人收拾六十二一, 恒河沙菩萨名字, 六十二一是有表法的, 六十二一就是六十二种这种邪见, 不正确这个见解呀。 这个六十二一邪见从哪来的呢? 就是在剑似火里面偏见, 制作这个身体啊, 有断的, 有长的, 断结, 长结。 还有呢, 有五, 断长有五, 这四种边界呢, 边就是不正啊, 不正的啊, 就是边界呢。 有这个四种边界, 然后把它推广来讲, 就是六十二种这个邪见。 我们凡夫众生啊, 都有这个六十二见的。 菩萨呢? 菩萨就是把这个六十二见, 从凡夫修成菩萨嘛。 不但菩萨, 佛也是这样啊。 六十二见, 转成为菩萨。 那么这个, 具有六十二见就是凡夫众生。 把这个六十二见呢, 转成政治正见。 还句话说, 把四种边界, 都是转成正见了, 那就成为菩萨了。 那么这个, 这个六十二一横和啥呢? 那些菩萨就是表法, 那些菩萨都是从六十二的这个边界呢, 转过来的。 所以后面讲, 释迦牟尼佛告诉吴敬仪菩萨。 吴敬仪菩萨说, 受持那么多的菩萨名啊, 有那样尽心术来供养啊。 吴敬仪菩萨拿个功德很多很多了。 然后师尊是一个佛就告诉他。 如果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啊, 甚至于不必讲长时间, 就是一时后礼拜供养。 这两种人呢, 一个是指前面受持供养六十二一横和啥菩萨名号。 一个呢, 就是这个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不但是这个长时间吃啊, 就是一时后吃。 这两个人所得的福德呢, 正等无益。 完全相对的, 没有这个不同。 所以啊, 而且, 后面这一位啊, 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人啊, 他的功德啊, 百千万余皆是不可穷尽。 为什么, 为什么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有这么多的功德呢? 许理老人过去讲。 第一, 观世音菩萨悲愿第一啊, 他的大悲, 他的愿力啊, 在一切菩萨之中, 他是第一位, 是有这个大悲大愿啊。 第二, 他已经是无量界以来啊, 就成佛了。 叫做这个正法名如来, 他是佛化身, 化身这个观世音菩萨。 第三呢, 他现在是在西方基督世界, 帮助阿弥陀佛到这个世间来啊, 来接应众生。 十方三十, 就佛来讲, 阿弥陀佛啊, 他这个十方三十佛, 阿弥陀佛是第一位啊。 十方三十佛都没有一位佛比得上阿弥陀佛了。 那观世音菩萨, 既然是阿弥陀佛一个辅助的菩萨。 当然也是一切菩萨之中的第一位。 再呢, 将来, 阿弥陀佛他这个发源, 圆满圆满的时候,他要退位。 九术世界,阿弥陀佛退位的时候, 那个世界就由观世音菩萨来接任。 观世音菩萨在阿弥陀佛一退休的时候, 他就接任了九术世界的佛。 名号有这么重要,功德有这个是说都说不尽的。 下面这几句是一个结语。 释迦牟陀佛就叫吴建一, 受之观世音菩萨名号, 得如是无量无便福德之力。 你受受观世音菩萨名号, 你所得的福德是无量无便,没有穷尽。 说到这里呢, 学的老人在提醒我们, 我们早晚课, 还是念佛为主。 那么这个平常啊, 这个有求的时候, 念观世音菩萨。 就是你有求求的话, 念无比陀佛也是有感必应的。 这个我们也了解。 我们今天请问您到这里为止。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会想观世音菩萨名号。 我不是我说我桂买, 不一定是你的方法。 我想先差点一个人, 对不起。 我say strategic走了。